Hello大家好 我们来吧 5G和4G有什么区别 5G和4G是两种不同的移动通信技术 它们在速度 延迟 容量 覆盖范围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是速度 5G的理论峰值下载速率可以达到每秒100Gb 是4G的100倍以上 这意味着在5G网络下 您可以在几秒钟内下载一个高清电影 或者观看无缝的4K视频直播 5G的理论延迟只有一毫秒 是4G的几十分之一 这意味着数据传输更快 网络响应更灵敏 可以实现更流畅的视频通话 在线游戏 虚拟现实等应用 容量 5G的单通信小区 可以连接到物联网终端数量 理论值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是4G的10倍以上 这意味着更多的智能设备可以接入到网络中 实现万物互联 覆盖范围 5G使用的是高频段 可以提供更高的速率和带宽 但传播距离较短 容易受到固体阻挡 为了保证高效稳定的传输速率 需要更多的微型基站来增加信号的覆盖范围 而4G使用的是低频段 传播距离较远 覆盖面广 但速率和带宽有限 总之5G和4G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移动通信技术 5G将带来更快更稳 更智能的网络体验 但也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4G则相对成熟稳定 但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数据需求 好了 以上就今天的视频 我是南马斯 下期再见